国阵兼巫统主席 纳杜斯里·阿莫扎西日前指 西蒙因为内讧而分裂崩坏 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他还指控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密谋造反 导致首相敦马迪医生孤立无援 在西蒙和内阁里孤军作战 对于最大反对党的这个说法 首相马迪医生有回应 打脸阿莫扎西 马哈迪出席旅游活动 受访时大力反驳阿莫扎西的说法 他强调内阁成员党在过去一年 都站在同一阵线 对于重大课题都能够共同做出决定 内讧瓦解的说辞不攻自破